小伙伴们好呀 今天娘子要讲的是一部疯狂撒狗粮暴虐单身狗的惊悚悬疑电影 黑暗面 男主铁柱是一个音乐指挥家 这一天他看着女朋友给自己留下的分手视频 心痛得不能自已 于是到酒吧买醉 一想到自己的女朋友跑了 以后要和自己的黄金右手相依为命 眼泪就哗哗哗的往下流 然后成功的把自己喝成了一只二哈 还酒后闹事 在酒吧上班的女主友荣 看到这一幕顿时动了侧隐之心 小男狗好可爱 姐姐带你回家 于是友荣就把铁柱拉回了自己的家 然而一夜过去 铁柱醒来一看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个女孩子好单纯 好不自作 我就喜欢这样的 于是没几天 铁柱又来到了酒吧找到友荣 用自己工作时的魅力成功的撩到了友荣 然后两个人就迅速的坠入了爱河 对着镜子做起了爱的广播体操 很快友荣便和铁柱住在了一起 不过没多久 友荣就在铁柱家发现了诡异的事情 家里会莫名其妙的停电 刷牙时洗脸盆下面发出奇怪的声音 洗澡时水还忽冷忽热烫伤了友荣 友荣还在地板的缝隙里找到了一把奇怪的钥匙 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 这座别墅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太平 这分明是闹鬼了呀 友荣惊慌地跟铁柱说家里有鬼 铁柱却不以为然 因为家里要是有鬼 自己怎么会见不到呢 不过很快警察就找上了铁柱 因为他的前女友并没有出走 而是失踪了 至今下落不明 难道是铁柱把前女友给杀人抛尸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铁柱回到家和友荣在镜子面前爱的抱抱的时候 镜头一转就在这面镜子的背后 一个女人的脸出现了 故事回到几个月之前 铁柱和自己的女朋友安娜搬到了这所别野 别墅啊 两个人郎才女貌相亲相爱 每天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 可是随着铁柱在乐团工作越来越受欢迎 铁柱身边围绕的美女也越来越多 直到有一天安娜来探班 发现了铁柱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 于是两个人大吵一架 失去了对铁柱的信任 安娜很郁闷 于是找到了房东太太倾诉 这时房东太太告诉了安娜一个秘密 那就是卧室镜子的后面 其实有一个密室 这个密室里安装了音响 可以听到外面所有的声音 透过墙上的镜子 可以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于是安娜决定假装离家出走 躲进镜子里 观察男朋友的反应 来确定铁柱是否爱她 事实证明不作死就不会死 试探这种事情 千万不要随意尝试 就在安娜通过镜子 看到铁柱因为自己的离开 伤心痛苦的时候 安娜内叫一个欣喜若狂 她是爱我的 我就知道她是爱我的 我要撑起给她一个自配 然后安娜就发现 密室的钥匙竟然不见了 对 你没有猜错 密室的钥匙 就是友荣在地板缝里 捡到的那一把 这下好了 不作死就不会死 本来好好的 现在一个在里面嗷嗷直叫 只能靠过气罐头为生 一个在外面借酒交仇 仇更仇 更刺激的是 没过几天 铁柱就遇到了友荣 并且把友荣带回了家 两个人对着镜子 干柴烈火 放飞自我 安娜在密室里感受到的是 全方位立体声现场直播 记得抓耳挠塞 上窜下跳 为了能逃出密室 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安娜开始对着密室的水池 大喊大叫 这也就是为什么 友荣时常会听到 洗脸盆下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友荣洗澡的时候 安娜就在密室里 开关热水闸 很让你睡我 男朋友 告诉你个小宝杂 一直觉得不对劲的友荣 有一天看到水面上的波纹 忽然智商飙升 想到了一个妙招 试探家里到底有没有鬼 她跑回家 在池子里放满了水 自己喊开始 密室里的安娜 安娜就开始疯狂的砸水管 池子里的水 果然就震出了波纹 每当友荣 问出了正确的问题 安娜就哐哐哐的砸 友荣问的不对 安娜就停止 靠着这个方法 友荣猜出了 铁柱的前女友 被困在了镜子的后面 再联想到 自己捡到了那把钥匙 事情的真相 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可是当友荣 找到密室钥匙孔 准备救出安娜之前 她却犹豫了 如果自己把安娜救出来 那么自己 就会失去铁柱 一己私欲 最终战胜了理智 友荣放弃了营救安娜 默默地对着镜子 说了一声抱歉 随着水池中的水 被放干净 密室中的安娜 也彻底地陷入了绝望 不过很快 友荣就从前男友那里 得知了铁柱 在外面有了新欢的消息 果然男人都是 打住提子靠不住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 于是友荣打开了密室的门 准备营救 生死未骨的安娜 就在这时 安娜趁机不被打约了友荣 并把友荣反锁在了密室里 看尽了一切的安娜 把密室钥匙留给了铁柱 并在镜子上贴了一张 两人的合影随后离开 至于友荣能否得救 就要看渣男自己 能不能找到友荣 找到了 愿不愿意救这个女人了 看完电影 娘子想说 千万不要轻易地 去试探你的伴侣 因为一定会有惊喜等你哦 我是凤雅的娘子 爱你没有摸摸的